第1338集 气 怎么不气 木野简直要被自己的怒火烧成灰烬了 但是木野越气 偏偏越是不信邪 刚才他的魂迹不知为何竟然失效了 可是他就是不相信 夜晨真的能够完全吃下自己的魂迹 木野怒骂道 给我灭 锁魂纱 绝强杀意如夺命利剑 熔炼神念之力 急杀而出 只取夜晨手机 夜晨面带冷笑 有风轻阳和魔帝在 什么狗屁魂迹对于夜晨而言 都不过是在挠痒痒而已 木野越是使用魂迹 自己便越是安全 斩天一剑 同为不晓 夜晨抱贺一声 又是一剑斩出 剑光凛冽 剑意惊天 不朽之意散发开来 木野瞳孔一缩 这次他倒是学乖了 完全展开了神器防御 一面白色光盾浮现在木野身前 一身灵力疯狂涌入其中 轰隆一声爆响 剑光斩在大盾之上 竟是将这面大盾完全斩碎了 木野面色一变 体内气血一阵翻涌 连退竖步 那只换出大盾的右手此时已是鲜血一片 夜晨的剑法之强还在他的预料之上 本身他虽然有封门镜的实力 但是其最强的地方是他的神魂 一般的武技神通 身体素质等等 本来就不是木野的强项 这也是他一招对抗两位封门的原因 失去了神魂攻击 他什么都不是啊 最不妙的是他一开始就中了夜晨那绝强一剑 现在身受重伤 一身实力只能发挥出三成不到了 但是比起这些更让木野感到绝望的是 他再次施展魂迹之后 夜晨竟然还是好端端的站在自己面前 别说是被灭杀了 连一点点伤势都没有的样子 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一定是假的 你小子一定是在强撑啊 你怎么可能抵挡得了我的魂迹 木野简直要疯了 厉声咆哮的 即使在神国之中 他也没听说过有能免疫魂迹的存在啊 这夜晨究竟是什么诡异的怪物啊 正常人应该早就被他的魂迹灭杀了 他作为魂修 能感受到夜晨的神魂很强 几乎不比封门强者差了 以造化境界来说 即使是木野也感到妖孽的存在 但是那是以造化境界来说 他木野是造化境界吗 他木野可是十大十的封门禁舞者啊 其神魂不知道比夜晨强出多少倍 可即便如此 他的魂迹却依然无法伤到夜晨分毫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 魂修本身就是一种超然的存在 即使在神国之中也是一样 毕竟魂迹是很难防御的 若真的到处都是夜晨这种能免疫魂迹的人 还有哪个傻子会去成为魂修 夜晨不以为意地笑道 怎么 神国天才也怕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 你若是怕了可以不比吗 说着夜晨又是一箭斩来 该死 木野怒骂一声 但是他现在也真的不敢继续对夜晨使用魂迹了 再这么被夜晨用着恐怖的剑法斩下去 即使是他 也是绝对承受不住的呀 他可不是傻子 因为夜晨一句挑拨 就一个劲地使用无法生效的魂迹 面对夜晨斩来的一箭 木野手腕一翻 一柄白色长剑落入手中 这长剑之上 神光弥漫 散发着一种极为圣洁的气息 同时剑身之中 种种奇异的明文闪烁 这明文竟与夜晨曾经在神血区 所建过的神文极其相似 这柄长剑是一柄强大的神器 木野深吸一口气 浑身拨动起一股强横剑意 剑意挥洒之下 神心殿内的摆设表面 竟是被刻出了道道剑痕 木野神念强大 但是他并不是只会使用魂迹 虽然不如魂迹那么直接与恐怖 但是他同时修习了一门武技 名为万神斩新剑 这万神斩新剑便是一门能将部分神念之力转化为破坏力的绝强武技 木野风门静的气息如洪水般爆发 灵力呼啸宛若举风过境席卷一切 与强横剑意一同灌输到手中的神器素灵剑之中 素灵剑见光如水挥洒而出 万神斩新剑 木野爆喝一声 长剑一舞 素灵剑的剑芒狠狠地撞在斩天一剑的剑光之上 轰隆一声 天摇地动 电雨之上的天空中 电闪雷鸣 空间崩裂 一幅末日景象 叶晨与木野的一击 竟然直接将这都城附近的天地灵力 与界域法则都给搅动了 两人发出的强大能量 互相穿过对方的攻击 狠狠地击中双方 木野身前白光一起 勉强激发神器 抵挡残余的剑光 但是又怎么挡得住呢 木野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倒飞而出 小腹处又多了一道伤痕 只是比胸前的要浅不少 不过他虽然在痛呼 但是眼中却是一片快意 他所斩出的万神斩新剑 其威力绝不是现在的叶晨 能斩出的斩天一剑之下 毕竟他有修为上的压制 而且叶晨也只是掌握了 斩天一剑的部分而已 而他木野在有神器防御的情况下 都被叶晨一剑斩伤 那么叶晨呢 要知道修为达到封门径 体质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乎能够将自己的身体 当作是道的一种表现 拥有极强的身体素质 即使木野在身体素质方面 并不算很优秀 那也是以神国的标准来说的 如果以灵武大陆的标准 他的体质也可以称得上逆天了 而即便如此 他都受伤了 区区造化镜 还没有防御类神器的叶晨呢 会在他的一击之下 直接爆成血雾 蒸发泯灭吧 所以他以伤换伤 是绝对值得的 他落地以后面带冷笑 看着同样被他一箭斩飞 将一张桌子 砸得粉碎的叶晨所在的位置 果然是血 多到不正常的血 木野的脸上 写满了得意与爽快 流了这么多血还能活 活个屁 流了这么多血 封门强者照样要死 叶晨的体质 还能比封门强者更恐怖 这可恨诡异的低等人 终于被自己杀灭了 这就是与神国作对的下场 木野看着那滩血迹满心愉悦 他忍不住仰天发出一声大笑 对着那滩血迹嘲讽道 低贱的蝼蚁 这就是与我们神国作对的下场 你现在只剩一滩血 还能不能像刚才那么嚣张 不过这样子才符合你的身份 蝼蚁也敢和高高在上的神国 相提并论 可就在这时 黄供奉却是突然大喝道 木公子 小心哪 小心 木野不解地看着黄供奉 这个老头在胡说些什么呀 突然之间 黄木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猛的面色狂变 而就在这时 木野身后突然荡漾起一阵轻柔的月光 一道人影诡异闪出 竟是夜晨的身影 此时的夜晨 腹部同样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显然是被木野一见所伤 不过以夜晨的体质之恐怖 这样的伤势 还不至于影响他的行动 更诡异的是 夜晨竟不知怎么瞒过了木野的神念 以当初紫宁送给自己的月晨纱 潜藏到了木野的身后 夜晨冰冷的声音 在木野的背后响起道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同时 蕴含着恐怖力量的凛冽见光 再次 像是贯穿宇宙的闪电一般 骤然浮现 木野听到这声音之后 简直是惊悚到极点 浑身猛的一机灵 就要激发神器防护 但是来得及吗 这个距离之下 木野连发动神器的机会都没有 轰隆一声 夜晨的剑芒狠狠地 斩到了木野的背后 封门强者的体质是很强 但是再强 能用肉身硬扛这一剑 全部的力量吗 自然不可能 夜晨一剑直接将木野斩飞 木野身体飞出的同时 便在斩天一剑强大的能量之中 开始崩溃爆裂 但是诡异的是 木野的体内竟是散发出一层奇异的血光 这血光竟是勉强维系着木野的身躯 阻止其躯体炸裂 夜晨剑状不禁瞳孔一缩 刚才在木野施展的强悍剑法之时 风轻扬便出言提醒 木野使用的是将神念转化为破坏力的剑法 这种剑法很强很致命 但是也有一个缺陷 那便是 若是没有将其修炼到极致 武者在使用之后会有一小段时间 神念失灵 无法正常感知的 夜晨便是利用了这一点 在被斩中鸡飞的过程中 使用月晨沙隐蔽了身形 潜藏到木野身后 趁其大意之时 斩出了致命一剑 夜晨原以为这一剑必定能够要了木野的性命 但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那从木野体内散发出的赤红血光 显然是某种非常强力的保命手段 来自神国木家 木野落地以后 哇的吐出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的气息又衰败了几分 但是原本应该在夜晨的建议之下 彻底崩溃的身躯 竟是彻底稳固了下来 除了背后多出了一道猙獰剑伤以外 看不出任何异常